本来啊,这英宗皇帝他设计的挺好 他想啊,他这夺门之变,一复位 这代宗皇帝呢,本来就病着呢 这病上加气呀,一着急,肯定就尿心了 把这代宗皇帝呀,一埋 自己呢,就顺理成章的复位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明朝啊,真正坐过皇帝宝座的皇帝呀 一共有十六位 那么依此类推呢,就应该有十六座明代的帝王陵寝 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啊 咱们算算呀 明太祖皇帝朱鸿武 他这个坟呢,在南京 惠宗建文帝,静难的时候啊 他颠了,出逃到哪儿啊,也不知道 所以至今为止,也没有一座有说服力的 是建文帝的陵墓 这明十三陵呢,顾名思义,不用琢磨呀 里边埋葬着十三位明代的皇帝 他们分别是永乐,红锡,宣德正统 成化红制,正德嘉靖,龙庆万历 太康天启,崇真 少了谁呀 少了景泰皇帝朱祁玉 也就是明戴宗 戴宗朱祁玉呀,年号是景泰 世号呢,是景皇帝 那么这景皇帝他到底葬在哪儿了呢 景皇帝呀,就葬在北京香山附近 金山的脚下 这现在的具体位置呢 就是北京市海淀区 玉泉山的北路 北魏十三,离职干部修养所的门球场所在地 最初这景皇帝呀,是以成王的爵位入葬在这儿的 所以呢,这个陵墓啊,它规制非常的小 享殿呢,只有三间 瓦呀,还是绿色的 直到这嘉靖的时候啊 才将这绿瓦换成了金瓦 乾隆时期修缮过 清末呢,就再次的大修 到现在啊,地面建筑啊 就都是清代末期重修的 景皇帝的碑亭啊 现在是黄瓦重沿西山顶 四面开门 亭内的石碑啊,它现在还在 南边啊,是乾隆玉制师 碑刻上的乾隆玉笔啊 应该是乾隆皇帝巅峰时期创作的 所以啊,笔锋有力 是难得的乾隆佳作 碑的北边一面啊 刻的是 工人康定景皇帝之灵 碑额上啊 用传书刻着大名二字 这碑身下边的虚弥作呀 非常精美 只可惜啊 已经残破的很多了 不过呢 在虚弥作的一角上呢 还残留着一条蛟龙 工艺之精美啊 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出 这精湛的手艺啊 一定是出自皇家石雕厂的工匠之手 再往后走啊 穿过三间硬山的灵根门 就是大名景皇帝的灵秦宝城了 在这里啊 不单埋葬着景太帝朱祁玉 还埋葬着他的皇后 孝渊景皇后 现在这啊 是干修所老年俱乐部的门球场 原来啊 也好不到哪去 原来这宝顶的位置啊 是军鸽饲养场 专门给部队饲养鸽子 也不知道啊 是送信的 还是杀来吃的 后来呢 这军鸽饲养场解散之后啊 这就是成了居民区的菜园子 在宝顶上方啊 不但有菜地 还有欧大粪的池子 正因为是这样啊 一直被这部队干修所占据 所以呢 虽然在文革期间啊 墓地整体上啊 也受到过破坏 但是呢 至今为止 景皇帝的地宫 一直还保存完好 没有被盗掘过 既然这灵寝很简单呢 那么咱们就聊聊啊 朱祁玉的死 这段故事啊 咱们就得从夺门之变以后讲起 这夺门之变呢 就是明英宗朱祁镇 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太上皇了 这时候啊 这明代宗朱祁玉他病了 并且啊病得很重 朱祁镇呢 就制造了一次夺门之变 重新夺得了皇位 这夺门之变啊 发生在景泰八年 也就是1457年的正月时期 其实这代宗朱祁玉啊 在这以前呢 已经病了小一年了 不过呢 就这几天来啊 他病情加重 已经见不了人 说不了话 上不了朝了 所以才给明英宗 制造了这样的机会 重新夺得了皇位 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这英宗复辟以后啊 他得意忘形 半个月以后才想起处置 在病床上的景泰皇帝 这样啊 就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大明朝啊 在这个时期 他一共有两位皇帝存在 其实啊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这英宗呢 在复辟诏书上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诏书中说呀 当今的皇帝呀 他久病不悦 已经四天不能理朝政了 朝野上下呀议论纷纷 为了安抚人心呢 所以呢 这个明英宗才请示了母后 也就是孙太后 复计了皇位 也就是说呀 这明英宗啊 在第一时间 就解释清了这些事儿 他是因为呀 弟弟病重 怕这朝纲震乱 所以才复位的 本来呀 这英宗皇帝 他设计的挺好 他想啊 他这夺门之变 一复位 这代宗皇帝呢 本来就病着呢 这病上佳气一着急 肯定就尿心了 把这代宗皇帝一埋 自己呢 就顺理成章的 复位了 太太平平呢 又把这皇帝宝座呀 捡了回来 可是这天下事儿啊 他往往啊 就没有人想的那么顺序 这代宗皇帝呀 生命力他还很顽强 经过这夺门之变 这么一惊吓呀 他出了一身透汗 这病呢 一来二去的 他有所好转 要是代宗皇帝 就在这碗咽了气啊 那他肯定被埋在十三陵了 也一定在埋他的衣食 就是以皇帝里下葬 因为这朱祁玉呀 他早就在十三陵的天寿山附近 给自个儿建好陵寝了 可是他没立刻就死 这国家不能有俩皇帝呀 这朱祁镇呢 只好把自己的弟弟明代宗 贬为了成王 降为成王以后啊 也就是一个月的功夫 谁想着朱祁玉呀 他不争气 这回呀是真死了 死了一个透透的 那您既然是成王了 这十三陵啊是皇陵 是断然埋不进去了 得给你找个好地方吧 咱们都知道啊 这明代是分封制 北京啊 没有埋明代王爷的先例 所以啊 这找来找去呀 就找了一块 相对高档次的墓地 把这成王给埋了 这一块啊 也是明代的贵族墓地 原来埋的都是什么人啊 明代的公主啊 没生育过的妃子呀 哎就这些人 您看经我这么一聊啊 这景泰皇帝啊 没有埋进十三陵 被埋在了这香山附近 这合理多了吧 不过呀随之而来的 就是大家都各种猜测 这成王啊 究竟是如何死的 有的说啊 那肯定是真病死的 病了一年多了 又经过这一惊一下一气的 他能不死吗 有的说不是 我可听说了啊 景泰皇帝啊 是一个叫蒋安的太监 给勒死的 那么这景泰皇帝朱祁玉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哎 您要是乐意听啊 他我就讲给您 不过呀咱们得明儿个了 您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立刻加班 就给您安排上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挨着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友情提示 长按点赞很关键 得嘞 今儿的故事啊 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咱们呀明儿见 我们下期视频 未经许可 久不在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找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